欢迎来到本周V生命灵数 我是Wendy姐 本周的主题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灵数九宫格 有七八九连线人的本质 七八九连线呢 我们也叫它贵人权利线 在进到内容之前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七八九这三个数字 分别代表的意涵 七这个数字代表的 其实你有强大的好奇心 感受力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你有非常精准且准确的直觉感 八这个数字代表的意涵 是你非常渴望成功 追求细致度 以及需要掌握局面 九这个数字的意涵呢 是代表你愿意服务大众 回馈社会 同时间你期待资源 这件事情能够达到平衡 和共好的特色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呢 我们会把七八九连线 叫做贵人权利线 那这个权利线呢 并不代表有这个连线的人呢 他都会去当领导者 或者说他一定要当一个 什么管理阶级的人 而是说呢 拥有七八九连线的人 他拥有可以掌控周围的力量 他为什么能够掌控周围 是因为你天生真的就是 有相对出色的头脑 讲到这 大家一定会想说 我还好 或是你会想说 有吗 我先生有吗 太太有吗 我们先说 这个出色这件事情的头脑呢 是指专业领域 他自己可能的专业领域 所以一般生活上 并不会还好 不见得 因为我觉得生活习惯 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是你的原生家庭 很照顾你的时候 他不用产生这个能力 但这个出色的头脑 确实是在他的专业领域当中 你会很明显知道 或是也不见得 已经是专业领域 他一定有一个特别强的技能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特色 是很清楚 骂人是吗 骂人也是一个技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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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天生有一个 很出色的头脑 或者是一个很亮眼的特质 那你习惯通过细致的计划 帮大家安排好生活的细节 甚至是工作的细节 同时又拉高了你的 很大方的这个气度 来让你自己成为一个 能够善用权力来带领风向 和带动别人的这个领头羊 权力啊 其实有分所谓的硬性权力 跟所谓的柔的权力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个性很温柔 但你又有七八九连线的人 我觉得你的强项在于说 你是用一种默默的方式 让别人 耍卖 不是 不是 是一点一点的让别人 没有办法没有你 如果呢 你是每一天都会帮他 准备一杯咖啡好了 准备咖啡没有什么太难的事 但是一天两天 直到一年两年 你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就养成一个人的习惯 所以如果你是有七八九连线 但是你本身的性格相对 比较不是这么强 或是不是那么真的人 其实你会让大家发现 你有点像空气 看起来你看不到他 对不对 好像闻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但没有他 你会瞬间不行 我觉得这是七八九连线的人的 另外一个特质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说 因为我用的词和字 都会让大家觉得很外显 就我一定要是那种 来大家跟我往前走 或者说 今天要分享这个议题的时候 一定是 麦克风一定是我拿 其实不见得 他们会影响人的方式 有很多种 那你会用你自己的方式 但有一个很强的地方 有一个共同点是 你们会让人家无法忘记你 在你很特色的亮点上面 甚至是你自己 经营的专业领域当中 你确实不太容易被忘记 甚至是你会成为 历久明星的那个记忆者 就他会记住你 所以我觉得你 其实是用了你的人格魅力 加你的能力 以及你愿意花时间 去规划的 这样子的一些细致度的方式 慢慢慢慢收割了 大家对你的信任和认可 所以在这样子的 信任和认可当中 你又其实是一个 运气还不错的人 所以你如果今天 真的想做的事情 或是你在领域当中 你会发现你的成果 基本上会比别人 来得更亮眼 比如说别人是用 一块钱付出 他拿回来一块钱 是合理公平 有人是用一块钱付出 他可能获得1.5到2块 他已经觉得 哇我已经有一个倍的感觉 那你有可能是用一块钱 可是你拿回来的是10块 甚至是100 所以他那个倍数的 那个增长能量是很大的 所以人家才会说 有七八九连线人的 未人运很好 确实它是一个贵人运的 一个象征 这个贵人线的意思是 其实你跟一般人相比 你其实确实运气是好的 因为有些人会跟我说 我觉得我还好啊 我没有特别幸运 但我觉得幸运这件事情啊 有的时候是 你会发现 你不认识的人 他有时候就会突然间 可能提供一个 你很偶然的机会 比如说你可能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然后你开始翻你的包包 你发现没有卫生纸 你旁边人就会说 那这包给你 因为他长得漂亮后帅吗 也有可能 外表当然是一个加分 可是你知道 你有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 可以帮助你 或者说 我有多一包 我也是那我就给你 没有关系 就是在你很容易出现 人家觉得没关系 多分享 在你身上是OK的 甚至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 非常关键的时刻 你很容易出现 有点像 及时雨般的贵人和资源 比如说你今天 想要有一个 新的事业开始 那这个新的事业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就需要人脉 你也需要去了解 比如说一些 法规的规定 你刚好就会有朋友 来跟你讲说 我最近有研究了 一个什么什么 那他的那个研究内容 可能跟你想要做 这个新事业 就有些关联性在身上 从这一方面来看 贵人运的话 或许有七八九连线的人 你会可以现在 有一点在心中感觉 我好像是 就有点小小点头 当你在很年轻的时候 或是你在一些 关键时刻的时候 领受了 或是享受了 别人给你的好运 放在心中的是 你要会还 你要会开始借力使力的 让你自己来到 一个更好的状态的同时 你要能够一步一步的 也把你的好分享 给周围的人 甚至是当年你的贵人 你要回头去让他知道 现在的你也很茁壮了 你不论是在你的 事业成就上面 甚至你的基础点上面 都来到了 可以跟他回馈 分享 更好的level 那他就会跟你 有一个良善的循环 那所以在这个 良善循环的过程当中 你除了会帮自己 获得更多的资源之外 因为当你在跟 这些朋友分享 比如说你现在 手边的资源的时候 他们会帮你带入 更多更好的资源 所以有的时候 七八九连线的人 我觉得他们的 运气是好在 就是他们很容易 在一个下午茶 或者是就是 跟人家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聊成了一个 内定的方向 甚至你就拿到了 一个资源 但但是重点来咯 你不用自己做 你就把这个资源 跟这个方向 带回去给团队 分配好之后 你底下的人 就会开始 一个一个就做好了 所以这个人 不用动口又不用动手 他要动口 他要动口 他要出去谈 他要出去谈 对他要出去谈 他不用动脑 他要动脑 谈那时候就要动脑啦 他要花脑子去想 跟人家分享 所以他是有想的 他不是就平白无辜得到的 因为他有七这个数字嘛 所以他本身 基本上是一个 有强大好奇心的人 同时他有这个好奇心之后 他还会去学习 他还会去分析 之后去判断说 怎么样去链接 跟串联到最好的方法 所以人家是有想的 我还以为说 就是我问你说 我很好奇哦 你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然后你就跟我讲 讲讲讲讲 我有兴趣这份工作 然后说那好 我帮你做一份 一模一样的工作 然后他就可以得到 归人运了 这可能是因为 他的爸爸或妈妈 很厉害吧 并不是他本人的问题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 其实是一个对的场景 只是后面不太一样 确实他们是一个 会问说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啊 你是因为看到了 什么样的事情吗 他们确实会这样开口问 然后在问的过程当中 别人也会很真诚的 跟他分享 然后可能有七八九 连线的人的回应 就是说 哦那我知道了 我觉得我还缺的地方 是什么什么 然后对方就会说 你缺这个啊 我有啊 你可以理解那种聊天状 他们不是故意的 就是会有这种 很顺的聊天节奏 那在这个聊天的 节奏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方也真的 刚好有可以让你 比如说分享的资源 甚至是他其实是 有过的经验 他就会直接跟你分享 就你很容易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好贵人啦 我愿意分享的人 基本上是 在贵人缘当中 也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就是当你在这样子 一直拿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就真的 单纯只停留在拿 然后没有一个感恩 跟愿意回馈的心的时候 有的时候 当你到年纪 比较大一点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慢慢远离你 是因为 我觉得人是这样子 当我今天在给的时候 其实 当然因为我看好你 且祝福你 希望你很好 但如果你今天 把一切的资源值 停留在自己 甚至是 没有一种 愿意 感恩 回馈的心的时候 久而久之 大家就会 对你的感受 没有那么的好 那就再把资源 给其他的人了 所以这是 有七八九 连线的人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以及在你的中年 甚至你在职场当中 一定要练习 一件事情是回馈 让大家知道 跟你在一起 可以一起共好 如果啊 你身边是有七八九 连线的 不认识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的主管 跟你的同事 应该要怎么跟他们相处呢 其实诚实来说 你在他们旁边 能够跟他在同一个战队 基本上你就已经运气好一半了 因为他就是拿到好资源 跟好运气 在他旁边就是福星高照啦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当他在分配给你工作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精准的去做 然后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在第一时刻 跟他分享和提问 甚至是提醒他说 你遇到的情况 甚至是局势的改变 为什么 是因为当他们 相信了他的团队之后 他基本上会比较放手 去让你去做 要有时候 他就可能去想别的事情了 就是你要做到适当的提醒啦 然后这个提醒的意思是说 我们其实呢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因为外界开始竞争了 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市场 那所以我们可能呢 要再做更深度的经营 或是开发的规划 让你们本身你在 你相处的这个 有七八九连线的人 还有你自己 更有能力能够去承接 外来的这些好资源 甚至是 让更多的博乐看到你们 请这个博乐 来帮你们开拓 更好的发展市场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灵数九宫阁当中 有七八九连线的人的内容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